中心网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冯小刚 因为我本人比较喜欢狗 我们家有收留了一条流浪狗 然后在我们家待了16年 今年的大年初三 这个狗过世了 导演找到我 希望我能够在这里演一个角色 我觉得这个故事还是和忠诚和陪伴有关系 挺好的这么一个故事 而且我看了剧本之后 我觉得他改编的落地的情况很好 就是他变成了一个很中国的故事 《老炮》可能难度更大一点 陈静修这个角色 其实他也没有那么情绪的激荡 或者起伏比较沉默的一个人 我觉得观众的注意力也不在人这儿 都在狗那儿了 我是一个业余演员 我不是一个专业演员 因为这个演员 演戏它还是有门槛的 受过专业训练的演员 他们是可以塑造的 塑造一个和自己很不一样的人 有不同的气质 不同的身份 像我就很难做到这个 比如说哭和笑 如果我自己不被感动 我就很难流出眼泪来 然后我不觉得可笑的话 我也很难笑出来 狗你要跟它 就是建立起一个比较好的关系 才能演戏 虽然狗跟我们人类它没法交流 但是我觉得狗能够 它能够感受到 你对它是不是有善意的 然后你是不是很爱它 因此在拍摄之前 提前一段时间 就是局组安排我 和我们戏里的巴桶 一直在有互动 带着它去溜一溜 甚至晚上睡觉 它也跟我在一起 然后喂它 所以它到了拍摄现场 如果它对别人有点警惕的话 但是它对我它是放松的 我问了一件导演 我说就是为什么旁边都是重庆人 我是北京人 他就是说他想要那个 一个异乡人 在一个异地生活的那种 内心的可能有一点孤独感 但是家庭成员又都是重庆的 所以它有时候跟狗的话说话 有时候比跟人说的话要多 下一步就是来拍《非诚勿扰3》 大概在六七八这个时间里拍 现在所有的工作就围绕着这件事 除了宣传中全 就是筹备那个电影 肯定不会特别高频率的工作 要有时间你能够享受享受生活 不管导演还是演员还是编剧 如果你天天在摄影组里头 每天就是拍摄拍摄 这个摄影组完了去那摄影组 其实你的生活面太窄了 你要做你自己 你不能被绑架了 你不能被绑架了 好像他们现在都开始用 ChatGPT 在弄剧本 弄什么 包括这个剧组不是有一个统筹的工作吗 就是做拍摄计划 不同的演员不同的档期 现在用这个 ChatGPT来做这个计划 做得非常好 很多统筹都失业了 我认为不能完全取代人类吧 比如说剧本 它做一个中等水平的 它可以做到 但是你说它做一个特别独到的 可能还不行